缺蛋危机持续延烧 蛋行门口贴公告 白蛋暂停贩售 整间店只剩押蛋可买 我去掉蛋是1680 就是84块 已经几天超过1800 我们就不掉了 零售部分就全部暂停 现在不止抢不到蛋 价格更贵的吓人 蛋商透露黑市餐地价 已经喊到一箱1700元 平均一斤要85元 批发价一斤最高90元 零售价更飙到最高110元 还有其他蛋商爆料 零售鸡蛋一斤要卖到 七十八十元甚至破百 香庄的散蛋卖得比超市 洗选蛋更贵的怪异景象 我买的都是差不多 一百块一斤的 对而且一百块现在也没了 一个政府的贷都买 找不到 不知道要怎么说 他能帮什么 以前虽然贵一点 可是还买得到 现在是贵又买不到 购业者无奈在门口贴出 告示牌写下母鸡挑时间下蛋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七点开始贩售 今日母鸡表示他的屁股 只有一个一天只能生一颗蛋 数量有限 够吃就好 请不要囤货 如今又传出蛋商工会 本周将强硬通过 蛋价再调涨三块 虽然一价不成 下周可能会修饰 我们都会尊重产销资讯 充分透明底下 那去决定这样的一个价格 对此蛋价委员会执行长 陈静丁强调都还没有开会 怎么知道最后结果 就算蛋价张三元 仍不足以因应现在的事况 毕竟黑市价格 早已远远超过爆价的基础价格 尽管有买进口蛋 但缺蛋潮难解 蛋价想恢复平稳 恐怕很难 记者王志伦前加轮台并采访不懂